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韭菜馅饼 皮薄馅搭,柔软鲜香,好吃不油腻,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300克面粉,少许盐,搅拌均匀 先加入100毫升刚烧开的热水烫面 再加入90毫升凉水和面 下手揉成稍软的面团 把它移到揉面垫上,多揉一回,揉至光滑细腻 这样做出的韭菜饼才不容易破皮 揉好后放回盆中 盖上保鲜膜,醒半个小时以上 下面开始调馅 煮好的粉条过一遍凉水,切成小段 装入碗中 加入适量老抽,蚝油,搅拌均匀,让粉条入味,上色 再加入适量油,搅拌均匀,防止粉条粘连 放一旁静置10分钟 取一个小碗,打入三颗鸡蛋 搅散 油温微热,倒入鸡蛋液,快速滑散 炒熟以后,用铲子铲成小碎丁,放凉备用 最后,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切成小丁 装入盘中 先加入适量油,搅拌均匀,锁住水分 加入粉条 鸡蛋 最后加入适量盐,搅拌均匀,鲜料就调好了,放一旁备用 行面时间到了,看一下行好的面团,变得更加柔软 现在揉面垫上,抹一层油,防粘 用刮板把面团取出来 手上淹没一层油,防粘 不要揉面,将面团直接整理成长条 变成大小,相等的面积 取一个面积,先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圆形的面皮 擀好后,中间放入馅料 先用视频中的手法,将两侧面皮捏合 留下一小块面皮,把它撑薄,把整个底部包裹住 收口朝下,用力在面垫上摔一下 再轻轻地将表皮按薄,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电饼称预热,刷一层油 油温微热,放入饼皮 表面也刷一层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中火烙饼 烙至底部金黄,翻个面 烙的过程中,转动一下饼皮,使它受热均匀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韭菜馅饼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馅饼,皮薄馅搭,特别的柔软 而且不破皮,不露鲜 韭菜馅颜色翠绿,味道鲜美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